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三美股富豪今天是超级星期三啊 因为央行啊今天日本和美国呢都纷纷的呃这个发布了利率的决定啊 昨天有位分析师说啊由于美国和日本央行之间的互相互通有无啊 呃无疑今天的这个呃这个决定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基本上是非常有序的啊呃非常有次序不是互相干账 嗯不是日本话叉一下子就直接啊把利率下调让美国不能不加不不能加息了 如果一加息那就就就有出事了那昨天晚上大概在九点四十三十分左右九点四十左右呢 这个日本央行呢公布了决定九点四十咱们晚上的这个呃西部时间啊 差不多十二点三十分到十二点四十五分啊之间啊讲了呃出现了这个就是日本央行的决定 我的微信上的也很多朋友的纷纷问我哎老王怎么样了结果出来了没有大盘长与爹啊 那么日本央行呢出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利率不动 嗯不忘下调但是继续呢要加大这个量化宽松可以做了一个折中为美联储的今天的议席决定呢铺了一层路啊 今天在美联储公布会议之前呢我听CNBC啊某媒体说啊今天有人买了一个巨量的这个TVI VXX VIX的一个 做空看多集权也就是说要赌这个股票狂蟹啊结果野伦讲话出来呢基本上不温不火 说不加息但是今年呢会有加息的一次机会市场呢也就是在2150啊标普啊来回的巨幅的震荡 今天对于NUGT的朋友呢将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天因为我们NUGT跌到17 18 今天高开稍微高开18块两毛然后这个美联储一讲话直接就奔这个20多 当然大家也可能想象到如果野伦今天如Bill Gross 华尔街最牛的这个债券交易员债券之王债券基金之王那样说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NUGT也可能狂蟹三个点啊 我又一位休斯顿的听众啊他对我们美股富豪非常关注 他是这样讲NUGT在星期五 他问我NUGT能补仓吗成本23块钱啊 然后呢在这周一呢他说Warrant今天听了美股富豪 感觉你对啊这是星期一的留言感觉你对这个NUGT信心也不足了 我觉得你应该和以前一样对NUGT打气 毕竟他是你的最爱啊我笑笑 我说呵呵然后他今天在11点47分也就是我们纽约2点47分呢 发来了一段话啊我们来放一段 我一直以来都跟你在炒作这个NUGT 上次我问你17块半要不要加仓 我不知道你加了没有 我是加了那个事实证明的话 NUGT还是让我们有信心吧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 也就是说我在17块半没有加仓 但是呢我说今天21块我有信心加仓了 但是呢还是要看啊 呃有句话叫谨慎使得万年传啊 我们毕竟要等这个野伦主席今天讲完话啊 似乎日本央行也讲完话 我们这个啊才可能会动 但是呢杰森老师我就觉得咱们这个股民啊 更多有点赌的倾向都喜欢赌 所以有位朋友说你这个这个平台非常好 很多有读影的朋友呢 终于找到了一个平台 是可以讨论 你怎么看这个赌盒这个呃 就是这位哥们如果在17块钱买进17块半啊 啊因为呃如果看NUGT的60分钟图 我们就看得好像比较明白呃如果是这个走势的话 基本上在17呃似乎啊我们就是 就是有一个小双碟吧 这个往上拉头啊往上走呃 啊然后呢它的压力可能在25啊 啊那么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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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25就是30几啊 30几啊终于这个NUGT在沉梦了很多天以后呢 找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 你怎么看这些朋友们这个股市到底是不是一场赌场 呃如果是潘尼斯大这种小股或者说是呃像今天在也论主席讲话之前下重手呃买这个抗空指数的这些朋友的话呢呃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赌场 嗯呃但是呢如果呃能够做到啊等股市啊平稳了之后比如说像现在啊这个美联储讲完话了哈呃然后呢这个陈埃罗基本上是什么呢 嗯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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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发 那我要么选择把敌人击逼 要么我就自己选择自己 这颗子弹的使命 那我要看这个敌人到底有多强大 如果是一对一 我就把它给干了 如果二十个人围上来 狼牙三五壮士 我就选择 不要被敌人抓进去折磨 去选择自杀 特别女士 anyway 所以呢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NUGT的波动非常大 其实在哪个点位建仓 只要足够给你足够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赚钱 那么野伦主席今天居然发了一个狠话 说咱们今年一定得加息 原来野伦说2016年啊 我们会加四次息 结果呢 一次都没 2015年加了一次息 所以这个 他今天又说了 2015 16年我们还得加息 那么11月 有位朋友非常好 在微信上问我 他说美联储加息 为什么不是 11 12 10 11 12加息呢 为什么就是10月12月 是因为这个11 11月份的这个加息会议 议席会议呢 离美国的大选呢 只差一周 就是大选结果 所以美联储选择 在这个月 不会对这个政治 竞选产生影响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可能就是说 唯一加息10月和12月 那么野伦主席 还是像我们昨天预测的 有两点 我们对了 有一点 现在有一点是对 一点还不知道 对与不对 就是说野伦主席 这一次 就是说 的确 像我如我分析的 基本上和市场的预测 完全一样 就是不加息 但是又对12月加息 发表了一些比较激进的鹰派的讲话 同时也把自己的路给堵了 就是说 我今年非要加息一次 因为有三个 这个美联储官员啊 表示了反对意见 认为9月就应该加息 那么投票结果显示呢 不加息 那么哪一个 哪三位呢 其中有一位就是在5月 两个星期之前 周五产案 制造者 波士顿银行的 美联储银行的总裁 他投了一个反对票 他那位应该加息 那么有一点 还到现在还悬为未决 因为今天呢 我要提前 入节目 所以咱们这个行情还没结束 还有在梯里哗啦 还在抖 那么杰森老师说 不管加息与否 大盘都要谢 但是现在好像 就是在谢与不谢之间 一直顶着 坚持住 肚子坚持住 不要谢了 硬是忍着 你看还是 还是要破了IA50了 如果把IA50给挑了 我觉得 那么大盘就可能往上冲了 怎么样 你觉得还是谢与不谢 现在今天没你 给你有点像 写那种像象棋的感觉 是的 我觉得还是看这两个血口吧 如果想让我看多的话 还是要把这两个缺口搞掉 搞掉以后我会空翻多 直接 又空翻多了 如果说这两个缺口搞掉了 如果搞不掉的话 那么我还是持有这种 看空的一种态度 因为今天在这么好的这种 可以说 重兴起盼的加息不加息的消息的自己下 今天走出的行情也到现在为止 从咱们现在看的30分钟图上来说 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波动 上下一个小时的波动 而且这一个小时波动 还是一个重叠的 没有走出一个单边上扬的一个态势 跟9月9号的下跌和9月12号的反弹 这种力度无法相比 无法相比 所以我觉得在不加息的话 眼前不加息的重磅消息的刺激下 也只走出了2150的这种位置 我觉得还是小心 目前为止小心 如果想看多的话 必须要把前面两个缺口全部补掉 补掉以后才能说明 这个多头的实际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这个如果多头的实际力量 确确实实能够把这两个缺口解决掉 再上推骨子的话 那么咱们再说 相信多头的力量 如果现在这么一个强心针打下去 还是2150 我觉得这个多头可能也是 窮途末路的一种感觉 对 如果有伦主席今天加息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惨 这个股市对他的不信任 是非常明显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呢 并不符合这个加息的预期啊 但是压力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曾经说过 现在的美国的价格 美国的股市与这个 这个十年国债 二十年国债的价格走势完全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六十分钟图 三十分钟图 S&P500也是一个缺口 缺口弯 反弹 那现在的价格也是这样 那不加息呢 使得这个利率呢 有所回调 价格上升 价格上升 股市也上升 所以现在的现象就是 基本上和国债的价格一起在走 那么 十二月份还比较远 我不知道老太太到时候 反正我想大十二月以后 这个总统学果已经出来了 他只有两条路 如果 只有两条路 只要 如果Donald Trump当选 那么他知道自己就做不了了 就下台了 反正也无所谓 那么如果喜拉利上台了 他就不要脸 怎么样你们都还得让我 军选 所以他今天发了一个横话 今年一定得加息啊 那我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是不是他的嘴唇 永远这个 一诺成金 否则就别放屁话 就说 哎呀 今年一定要加息 还说我不知道 今年要不要加息 所以我刚才叫你 注意野伦的表情 我觉得他很难过 就是没有表情 没有激情 哎呀 这个年龄很难用激情啊 这个 那 那 希拉利 也很有激情啊 我知道他蛮 希拉利主要是 柯林顿的问题嘛 看吧 反正我还是觉得 这个标普 上面这两个缺口 不解决掉 我不相信 多投的能力 多投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非常强劲的 抢眼的一种表现 像黄金原油也都是说 跌倒位了 然后进行一个反弹的动作 还不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觉得 小心使得万年船吧 好的 今天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了 今天在大盘这么暴力的上场过程当中 我们UVXY又抢了一笔 做得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觉得就是大盘行情也没结束 周四我们再看一天 周四盘后的美股富豪 大家再详细的讨论一下 今天就是给央行搞的来回的震荡 当然这个股市也没卸 还是坚挺在那里 但是是不是卸 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